电动车龙头Tesla的对手出现了吗 有万媒透露说苹果计划在2024年开始生产苹果牌的自驾电动车 甚至有可能跟鸿海合作 白色流线型车身在道路上奔驰充满未来科技感 这是苹果即将推出的自驾电动车 预计在2024年开始生产 国民们的荷包准备好了吗 它的企业形象蛮有质感的 质量应该也不会太差 就可以期待 可能在这种就是汽机车的技术可能还没那么成熟 我觉得可能可以先跟其他的做合作 根据外媒报道苹果的电动车泰坦计划 从启动以来过程不算平顺 甚至几度被取消 但如今传出苹果要用新型电池技术 重新进军电动车市场 它有非常好的一个控制技术 再加上其实现在 它自己也有自己所谓的晶片模组 但是造车并不只是只有用系统在说话 不止如此有上游供应链宣称 苹果电动车可能最快明年9月就会发布 甚至已经完成公路测试 而且还有外媒透露 苹果有可能会引用鸿海的电动车开放平台技术 来建造自家的电动车 鸿海借由跟华壮的合作来证明它有能力 有先例已经把产品交到整车厂里面去做 它的系统的一个部分 要导入到其他车厂的一个供应链 阻力会稍微比较小一点 不过受到苹果的消息冲击 电动车龙头特斯拉21号股价盘中一度重挫7% 收盘下跌了6.49% 每股收在649.86美元 之所以会下跌 市场上分析由于指数经理人早已经买进特斯拉股票 纳入指数题材也已经发酵 但有多头分析师预期特斯拉会恢复涨势 不过上涨步调会放缓 指示苹果的自驾车如何在电动车市场上和特斯拉分停抗衡 就等实体车出炉 消费者就会有答案 东森财经新闻张正恩黄浦祥综合报导